大家好 第三只眼睛带你看世界 我是明镜 如果对2022年进行总结 不知道大家都会做何感想 2022呢 极不平凡 有战争 有瘟疫 有抗争 有贫乏的异象 有大量的自然灾害 又有经济衰退等等等等 那唯一让人类看到一点点希望的呢 是2022年瘟疫好像开始要放过我们了 可是贫乏的异象却告诉我们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从2022年初我们就开始为大家一个接一个的解读异象 异象给我们的显像是将有大灾难降临 到时会带来大量的死亡 结果就在大家以为疫情要告一段落的时候 2022年底 瘟疫在中国海啸式爆发 几亿人感染 遗体堆积如山 火葬场根本烧不过来 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 这只是第一波 现在时间已经进入了2023年 那么2023年会怎么样呢 让我们从年初的天象开始说起 从2023年1月中旬开始 在傍晚时分 西南方向的木金土三颗行星将排成一条直线 形成三星连珠天象 到了1月下旬呢 火星也渐渐加入 形成四星连珠天象 此外1月23日 金星与土星会非常的接近 形成金土相反的天象 1月26日 木星出现在月球的下方 二者非常接近 形成月犯碎形的天象 1月31日 火星与月球非常接近 形成月火相反的天象 1月份所发生的这五大天象 肇事着什么呢 以四瞻中说 三星若和视为京 改立猴王 也就是只要金木水火土 这五颗行星中的任意三颗 在一条直线上 形成三星连珠 就是改立猴王的征兆 也就是说中共高层可能有大地震 涉及到权力的更替 接下来呢 1月下旬的四星连珠意味着什么呢 以四瞻中说 四星若和视为大当 其国兵丧并起 也就是只要金木水火土 这五颗星中的任意四颗 在一条直线上 形成四星连珠 就代表着国家将有大动荡 战争四起 有处于权力核心的大人物死亡 这里的兵一般呢 指战争 也可以指贸易战呢 外交战呢 政协大战等等 此外呢 东汉古籍市名中说 亦亦也 也就是说呀 瘟疫也是一场上天 用来清洗人间的战争 所以这里呢 还可能指瘟疫这种特殊的战争 而桑呢 一般指大人物死亡 而造成的局势动荡 这里呢 很可能是对应了中国 新冠疫情更猛烈的爆发 一波接一波 中共高层相继染疫死亡 而致使中共政权动荡灭亡 那1月23日 金星与土星相合 就是金土相犯或金土合 宋书天文志中记载啊 宋武帝涌出二年十月 太白犯田星于刚 也就是说呀 公元421年 金星在刚秀与土星相犯 三年后呢 北方政权入侵 攻陷了清济养三周 刚秀呢 是养州的分野 金星与土星相合呢 表示有兵灾内乱 1月下旬的金土相犯 可能是中共有内乱的征兆 另外以四瞻中说呀 星月同光者 星月近 聚名圣也 臣下名圣之相 亦为大臣 征静 与主征名之相 这是星月相犯的征兆 1月下旬呢 会出现两次星月相犯的天象 分别是月火相犯 和月犯碎星 如果这两次星月相犯 二者光芒都很强盛的话 就意味着中共党魁 习近平的权威 会受到党内的挑战 将与上面金土核的内乱征兆相呼应 那今年三月初呢 又要开二会了 那会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状况呢 那我们可以先把椅子搬来 坐着看戏 那下面呢 我们再来分析 1月26日31日 两次月星相犯的征兆 1月26日呢 木星接近月球 月在上木在下 木星别名碎星 荆州瞻约呀 月与穗星光明相待 鸡三年 敌贵民流亡 河图地蓝喜约 月犯穗星其国鸡民流亡 一年二年成之主死 这里呢 都说月犯穗星 可能会有大饥荒 后面的一年二年成之主死 是什么意思呢 以四瞻解释说呀 成者自上为下 临破之相 成者驾驭压伏之相也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啊 月犯碎星时 如果月在上木在下 形成驾驭压伏之相 而且在一两年内呢 这一天象要再次出现 就意味着最高掌权者将死亡 2023年的1月31日 火星与月球非常接近 形成月火相犯天象 以四瞻说 月与火相犯贵人死 意思呢 是将有重要的人物死亡 所以结合目前情况来看呢 可能对应中共高层 在瘟疫中相继死亡 与上面的四星连珠天象 相呼应 这五大凶险天象 密集出现在2023年1月 预示着2023年不愧太平 是一个巨变之年 中共也将在这一年 被淘汰灭亡 我们最后总结一下 这五大天象照示 中共高层 可能在瘟疫中相继死亡 致使中共政权灭亡 另外呢习近平在党内的权威 也将受到严重的挑战 可能有内乱 下面我们再结合现实 和大家对应解读一下 那么习反腐打虎十年 查办了570多名 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 及其他中层干部 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部长 副部长 地方上的省长省委书记 省政法委书记 公检法司高官 160多名将军等 所有这些被查办的高官 以及其家属子女 红二代官二代什么的 没有不恨习的 所有这些被查办的高官 各个时期 各个层级的后台老板 以及他们的中级后台老板 原江派第二号人物 那现在江死了 他就变成第一号了 曾庆红 没有不恨习的 还有习近平二十大上呢 是强行连任了 赌掌大权 那得罪了中共党内的所有派系 什么改革派团派的 他们也没有不恨习的 习上台十年呢 一直是面临着政变的这个威胁 这个威胁呢 不是来自于普通的老百姓 而是来自于上面提到的数量 一年比一年扩大的党政军高官群体 及其后台总后台 那么中共二十大上呢 习是实现了三连任 习派人马呢 是全面上位 但是习呢 把所有能得罪的人呢 那几乎都是得罪了一个变了 包括江派 团派 元老派 太子党 官二代等等 那习达到了权力的顶峰啊 同时也成了中共内政外交 所有问题的聚焦点和重视之地啊 近日呢 中共体制内的一名高干子弟 向大纪元爆料 他说习近平现在面临着 党内的巨大压力 包括军队老干部都在背后骂他 中共高层呢 可能也有事发生 1月6日呢 这位高干子弟对大纪元说 当局现在的政策这样啊 弄的是人心惶惶 谁也过不好日子 习近平自己也不好过 据他披露呢 中共高层可能要有事发生 他说二十大之后呢 李强开始接管经济 蔡奇呢 开始接管宣传之后 马上有人想倒戈习了 到三月的两会呢 就要选举新一届政府班子 他们就正常上任 党内就有人想在这个时间搞习 他接着透露说呢 就是在两会前这一两个月的事 而且谋划的人是习自己身边的人 习周围的人表面上是言听计从 实际上背地里不知道怎么想的 最近呢 中组部老干部局还有军队 确实有很多复告 但呢 都是在内部的平台法 或呢 是各大小区 不会对外公布的 除非级别很高 一般的呢 都不会对外说 那部队老干部们 这几年是很少对外发声的 但是呢 他们都私下炮轰习近平 他说我前几天呢 听这边 也就是河北这边 那原来陆军里的老头呢 在楼下讲 说习近平啊 现在是走火入魔了 这个老干部当年呢 是部队里的秘书长 老干部说呀 你看那疫情三年 什么都没准备 一下子开放 我们也扬了一遍 幸好挺过来了 哎呀 这身体还怪好的 他还说呀 这名老干部退休了十多年 属于有威望的那种 说起习近平啊 很大火气 当然了 都是私下说 老干部说呀 闹非典的一年 也只是几个月就过去了 现在医疗水平提升以后 比闹非典还不如 这位老干部呢 也不打疫苗 说打疫苗会出问题 他大儿子在国外 老干部说 打什么打 国产也不打 国外更不打 就是习近平弄得 我现在日子过不好 这位高干子弟还表示啊 军队里面呢 有特供疫苗 这是事实 因为我家里呢 就有在北京的 中央军委工作的 退休的 包括我父母 在体制内的 就是打特供的 没有打国产的 所以这位高干子弟的爆料呢 和上面的天象 也是吻合了 就是瘟疫在淘汰中共 中共高层呢 大量染疫死亡 现在人心惶惶 中共体制内的反习情绪呢 几乎要达到了 爆发的临界点 习近平的权威 将受到严重挑战 可能有人要站出来反习了 我们前面视频呢 也和大家聊过 英国通灵师帕克语言呢 中共很可能在2022年底 和2023年初灭亡 那么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呢 从这位高干子弟 透露的内部消息 从中国井喷市的疫情 从中共的束手无策上来看呢 这个预言很可能不再是个预言 而是成为事实 我们也一直在讲啊 这次疫情就是为灭宫而来 所以呢 大意当前 在这紧急关头 每个人需要认清形势 做出明智的选择 为自己和家人的平安呢 选择美好的未来 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 于2020年3月发表理性一文 李洪志先生开始道 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 有目标而来的 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 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 李洪志先生又开始说 远离中共邪党 不为邪党站队 因为他背后是红色魔鬼 表面行为是流氓 而且无恶不作 神要开始铲除他了 为其站队的都会被淘汰 无信就拭目以待 中国大陆目前发生的一切证实 李洪志先生所说的正在应验 李洪志先生在告诉世人 这个真相的同时 也为人指出了得救之路 李洪志先生说 人应该向神真心的忏悔 自己哪里不好 希望给机会改过 这才是办法 这才是灵丹妙妖 所以希望中国同胞都能平安度过这场劫难 上天正在清算中共 以大瘟疫的形式在淘汰他 赶紧唾弃中共 不要和他陪葬 赶紧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 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 另外呢 由于当前疫情迅猛 同时不是每个加入过中共组织的人 都能突破网络封锁 到退党网站或大纪元退党网页声明退党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三退的人 可把退党团队的声明 张贴到公共场所的电线杆上 墙上或写在人民币上流通 也同样有效 不一定用真名 用化名也行 神看人心 你也可以在我们视频下留言 用真名 假名 或化名都可以 在留言中告诉我们退出什么 比如是退党 还是退团 或退队就行 我们会帮您声明退出 祝您与家人平平安安 幸福美满 好 今天的节目呢 就给大家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